各位,港股中止8年跌,一度反弹超过300点,但赌业股就逆线挨沽 人行推出短期措施放松银根,加上市场憧憬,美国联储局会维持超低利率立场 港股扭转8日跌势,恒指高开244点之后,最多升334点 不过50天线有阻力,收报24376点,升240点,成交769亿 如果反弹的势头,不能够回到50天线流上,中期反复逐步市低位格局是没有变得的 所谓的中期调整,一般来说要走4到6个礼拜都不顶 中资金融股带动大市,中国太平升3% 四大国有银行股,升幅介乎1%至2 多近大行调低今个月澳门博彩收益预测,赌业股未止赦 澳博、永里、金沙、新豪博亚和银鱼齐创超过一年身低 石油输出国可能减产,刺激中石油升近4% 是升幅最大蓝筹 腾讯升上124元,为大市贡献50几点 海星俄罗斯项目延期落成,股价急错一成 首场四方打算向大股东旗下的公司提供融资 复牌之后有股额 母纤电视,陈文言不道 多间证券行看淡博彩股前景 相计下调澳门博彩收益预测 上眼估计要明年才会好转 多项负面因素涌现 大行相计下调今个月澳门博彩收益预测 摩通指要迎接有史以来最差的9月 除了11黄金周前例牌淡季 台风亦都有影响,美银美临更加悲观 估计今个月博彩收益最多下跌超过2成2 美银美临还预告,最坏的时间还未过去 近期限制资金进出等措施 加上反贪腐效应 估计贵宾厅收入最受影响 下半年最多跌2成3 拖累博彩收益增长近乎要捧蛋 瑞讯更加列出多项因素 包括股份股值过高 经营转弱以及股息率下跌等 全面下调博彩股目标价1成至2成半 其中银预的下调幅度最大 评级亦都降至中性 理由是薪酬成本上升 而且比较侧重于收入放缓的贵宾厅业务 第三季的毛利会显著受压 野村和瑞银都指 基本因素未见改善下 博彩股降级潮会延续 估计随着更多新项目落成 要等到明年才会好转 无线电视李嘉莉不得 有调查显示 全球最多亿万富豪城市 香港排名第三 报告显示 全球拥有10亿美元以上资产人士 过去一年增加7% 至2325人创新高 合共的累积财富 增加1成2 至7万3千亿美元 美国是拥有最多亿万富豪的国家 一共有571人 第二位是中国 有190人 较去年多33人 以城市获分 纽约就有103名亿万富豪 是全球最多 香港紧随莫斯科期后 有82人 我年多了7人 负责调查的机构王 香港最多人 透过地产累积财富 在亚洲 香港更加排名第一 包括37号的北京 立法会金融服务界议员 张华峰预计 湖港通可以在10月预期推出 不过他指出 湖港通仍然有问题未解决 不可以即日买卖 如果我们买卖 是买错了盘 或者买多了 不可以即日买卖 就会连到风险增加 因为你买了之后 你就会资格2 两天之后 只可以交收 这个两天的风险 都要经济负担 还有第二天 你就一定要足够的资金 去交收这个股票 这东西对我们的投资者 可能要特别小心 在交易上的程序 最活跃港股收市价 腾讯升3元 金沙跌过7 中移动升8毫半 安省十中国升9仙 南方应十升7仙 中石化升7仙 建行升1毫1 银语跌过3 工行升1毫 匯控升5毫半 欧洲股市靠稳 美元匯价 日元107.32 英镑.6298 澳元0.9067 欧元1.2959 港元匯价 美元7.7511 日元7.2211 欧元10.0462 英镑12.6312 随时花浪8.2926 家元7.0702 澳元7.0264 新西兰元6.3365 每百个元兑人民币79.194 人民币公斤调报244.65 人民币轮到黄金 1,236.74美元 九九根据11,442 黄金 黄金消息看到这里 多谢收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